我最近才知道高中同桌把我当作白月光 整整十年她暗恋我却从未表白 这段感情是她未婚妻捅破的 我和魏妍要结婚了 希望你退出她的生活 大晚上没头没脑的 我收到一条私信 本以为发错了人 但在一想 这名字好像有点熟悉 我确实有个高中同学叫魏妍 我们坐过一个学期的同桌 那会儿 魏妍是个温柔内敛的男生 对女生从来都是彬彬有礼的 有一回冬天下雪 她见我穿得少 还借过我外套 可是 退出她的生活 从何说起 我和魏妍做同学的时候关系平平 高考之后 各付东西 越发疏远 算起来 我没有四五年没见过面了 最近几年 连中归中举的新年祝福都不再发了 鉴于以上 我礼貌回复 姐妹别多想 我跟魏妍不熟 想不到 对方回了一个 然后骂SB 睁眼说瞎话是吧 我有证据 你会后悔的 什么垃圾人 多跟他废话 一分钟都是我损失 我直接拉黑 出于谨慎 拉黑之后 还是点进他的主页 看了下 这个名叫一颗小星星的账号里 都是些转发抽奖的状态 没什么有用信息 所以 此人是谁 我从通讯录找到魏妍的名字 最近一次和他联系 还是两年前的除夕 他朋友圈也没发什么 涉及个人信息的状态 这位老同学 到底有没有未婚妻 都是未知 要是贸然找他抱怨 倒显得我多事 想了想 我先给高中班长 唐雪发消息 你还记得魏妍吗 他是不是快结婚了 唐雪性子开朗 又爱社交 消息一向灵通 哟 昨天刚订的婚 你怎么就知道了 他很快发过来一张照片 是魏妍订婚 几个同学去捧场的合影 魏妍和我记忆中斯文青瘦的形象 倒没多大差别 身边站着个妩媚俏丽的女孩子 小鸟依然地围着她 唐雪继续给我八卦 媳妇的名字很好听 叫陶凡兴 听说是家里介绍的 他一眼就看上魏妍 倒追半年 终于拿下 你问这干啥 原来 魏妍真有一位未婚妻 就是她不分青红皂白的骂我吗 正在思考该怎么 跟唐雪解释 我又收到一条私信 显然 陶凡兴发觉自己被拉黑 又换了个账号联系我 罗青小 闭嘴硬 闭嘴硬 人见自有天收 你敢插足我家庭 会有报应的 犯贱就要 四零零零零零零 这女人怕不是疯了 这女人怕不是疯了 逮谁都咬 本想给我老同学留点面子 现在看来没这个必要了 我回他 有病救治 没钱就借 装什么娇妻 我跟你老公没关系 然后 继续拉黑 但是对方不依不饶 这次 她是公开在微博叫惨 订完婚才发现 未婚夫有一个暗恋十年的女人 虽然她努力解释是单相思 甚至这个女人都不知情 但我更难受了 得不到的 永远是白月光 这个婚 我还能结吗 配图九章 爱特了我 照片是QQ空间的截图 在这个充满时代特色的QQ空间里 一连串的说说 都是仅自己可见 时间跨度居然有好几年 今天换座位 和罗清晓坐同桌 她左边脸颊有酒窝 非常可爱 和罗清晓一起回家 聊了很多填报志愿的事情 毕业了 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真恨自己没报考同一所大学 听说罗清晓拿了果奖 张口是我 闭口还是我 对号入座 我惊讶地发觉 空间的主人 好像真的是魏严 算一算时间 她暗恋我挺多年了 但从未对我表白 不止我这个当事人无知无觉 班里其他同学也没瞧出蛛丝马迹 居然隐藏得这么好 也是厉害 惊讶只是一瞬间 更多的是莫名其妙 我终于知道陶凡星为什么作妖了 不就是因为突然发现 未婚夫曾经有过一个暗恋对象吗 我真想揪着她的头发 温柔地告诉她 翻旧账也得有限度 无疾而终的单相思 有必要介意吗 更何况 这跟全程不知情的我有两毛钱关系吗 为了彻底解决问题 我直接联系了魏妍 少年时代的暗恋 虽然难能可贵 但毕竟时过境迁 我没什么可藏着 噎着的 我省略寒暄 单刀直入 直接把私信和微博的截图发过去 因为婚妻骚扰我 我还以为是什么误会 结果是你以前暗恋我的事情 被你媳妇知道了 魏妍立刻把语音拨过来 听上去 人很紧张 罗青想 对不起 因为这事 我确实在跟繁星吵架 但我确实没想到 他会找到你 他态度倒诚恳 我非常无奈 有什么矛盾 你们线下解决 不要放到网上 还把我圈出来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要是我男朋友知道了 我也得花时间解释 魏妍沉默良久 第一句话居然是 你有男朋友了 恭喜 然后叹气 这事是繁星的错 他被家里宠坏了 平时爱耍小脾气 有点不顾轻重 我一定让他给你道歉 找个机会 我请你吃饭 给你赔罪 瞧这话说的 他爱耍小脾气 我就活该被骂 莫非我砸他家祖坟了吗 看在未言好言好语的份上 我还是尽量克制了情绪 饭就免了 道歉尽快 被这件事所烦扰 我心情不是很好 一直到晚上 跟盛智宁视频 还没有调整过来 盛智宁跟我恋爱一年多 从来都是体贴包容的 他见我不愿 以为我嫌他出差时间太久 赶紧哄我 等我年底升职 就不用再出差了 小小 你再坚持一下 我随口道 你认真工作 我才不会拖你后腿 就是 最近有人骂我 我有点不开心 盛智宁问 同事又插你刀了 公司最近在重组 人事变动频繁 环境也是乌烟瘴气 怪不得他往这方面想 盛智宁提醒 人骂你 你得留个证据 这样秋后算账 也比较有利 词话有理 谁知道未言处理事情的效率怎么样 我当真再次打开微博 这一下子 心情跌到谷底 说来也是凑巧 居然有大V情感博主 转发了陶凡星那条微博 并且给粉丝提了个问题 假如男友有一个十年的白月光 你还会跟他结婚吗 这个问题很有争议 不一会儿 陶凡星的微博已经有了一千多次点赞 和几百条评论 大部分人都在说 分 隔影 也有人有理有据的分析 谁还没个白月光啊 选择了你就是爱你 但这条评论被无数人追着骂 他已经脏了 就不要耽误别的女孩子 为什么不早坦白 这就说明他心虚 最可怕的是 因为陶凡星的微博 爱特了我 已经有人顺藤摸瓜 在我的微博下面留言评论 打卡白月光 就这也值得惦记十年 白送我都不要 不问青红皂白就对别人评头论足 你们可真优秀 我忍住气 把账号设置为私密 然后将陶凡星的微博 大V的转发 还有我微博下面几条评论都一一截图 一股脑发给魏妍 速度快点 别让事太扩大 本来不想再在此事上浪费时间 但我突然有些后怕 我有个同事追星 午休的时候总跟我讲娱乐圈八卦 有一次他提到过一个词 网页电子取证 据他说 此剧可以有效避免有些营销号 在口吐分方后注销账号 试图毁灭证据 盯着不断增加的转发和评论 我留了个心眼 连夜比较研究几家公正服务平台 我选了一家 把这些网页尽数固定下来 看着这些文件夹 我不禁自嘲 我和陶凡星的纠纷 会升级到这么不可收拾的程度吗 毕竟 我和魏妍是清白的 陶凡星 就是吃个小醋 总不至于丧失理智吧 事实证明 可能是我小题大做 第二天一早 魏妍就联系我 说事情已经处理妥当 他还给我解释了前因后果 订婚宴之后 陶凡星登陆魏妍很久不用的QQ 看到了空间里的说说 一时气愤 找上了我 两个人彻夜长谈 魏妍又请来几位高中同学作证 我和他之间清清白白 毫无纠葛 这才把人哄好 微博已经删掉 把我牵扯进来 魏妍觉得过意不去 想请我吃饭 正式道歉赔罪 最后 他还提了一句 烦心怀孕了 昨天刚查出来 可能是激素变化 他情绪不大稳定 请你多多体谅 我盯着魏妍的头像 只觉得荒谬 他怀的又不是我的孩子 凭什么我要体谅 再说 孕妇就可以无缘无故骂人了 我没急着搭理魏妍 先去确认他所说是否属实 果然 陶凡星山掉了微博 那位感情大V也已经挑选新的题材 与粉丝互动 一切都干干净净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仿佛我被质疑 被辱骂 都是错觉 事已至此 如果我不接受魏妍的道歉 就好像我不通情理 但接受了 又气得慌 我带着烦躁的心情去上班 乌漏偏逢连夜雨 早会上 领导故意给我穿小鞋 把我安排到A城去做项目 这个项目是老大男 推进得很不顺畅 假如我接了 只怕大半年都要留在A城工作 时速都很成问题 但我如果拒绝 又落人口时 想了想自己的腰包 我硬着头皮接了这个项目 私底下 同事替我打抱不平 这老东西就是故意的 拍他马屁的人 给肥拆 像你这样不阿余奉承的 就给你难啃的骨头 让你知难而退 我翻了翻自己手机里的A城一中校友群 披了下嘴角 我试试吧 A城并不是我老家 只是父母在那里做小生意时 住了几年 但那里的人脉 我还有一些 至少 魏延是现成的 魏延走父母老路 在当地考了公务员 他朋友圈里寥寥无几的状态 都是转发工作消息 也许 他能帮我指点迷津 早起时还满腹怨气 现在全变成了 为现实妥协的无力 我自真聚拙地回复魏延 都是误会 说开了就好 提道歉就见外了 我最近要回A城出差 要不 你多叫上几个同学 咱们也正好聚一聚 我也给你媳妇道个喜 消息发走 我转头问同事 你刚生完宝宝 给我点建议 宋刚怀孕的人什么东西好 我一边照着同事 姐姐的购买记录下单 一边暗自鄙视自己 罗青想 利用魏延对你的愧疚搞业绩 你可真是坏女人 公司的委派很快生效 这个周末 我已经抵达A城 魏延当真组了饭局 他 陶凡兴 我们的班长唐雪 他老公常政 以及其他两个同学 席间 魏延自罚三杯 这事实在是对不住罗青小 我们夫妻吵架 不应该牵扯外人 逃凡新人如其名 眼睛大大的 仿佛里面装满了星星 一望而知 是个捧在手心里长大的小公主 她娇滴滴地 敬我一杯酒 对不住 是我没控制好情绪 听风就是雨 让青小姐姐受了委屈 回想起她骂人时的镜头 简直是判若两人 也不知道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 哪学来的脏话 但眼下 哄好逃凡兴 还是有必要的 我拿出买好的高档水果和燕窝礼盒 当场送礼 我也有责任 看见你误会了 就该早点想办法澄清 万一你情绪波动 伤到了孩子 那可真是罪过 说到此处 我给唐雪使个眼色 她心领神会 立刻帮腔 魏严 你也真是的 该打 对待媳妇要坦诚 像我家长正 什么大事小事都不敢瞒我 她小时候 就哪个女同学辫子 我都一清二楚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媳妇 趁现在一股脑都说出来 坦白从宽 不知为何 魏严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就又恢复笑容 是 我的错最多 我今晚就跪错一板 你也错 我也错 大家各打五十大板 典型的或悉尼手段 这么一来 就没人抱怨逃凡心惹是生非了 由此可见 魏严对他的妻子还是很疼爱的 我顺势谈到自己回A城的原因 以及正在进行的这个项目 不出所料 魏严爽快地答应 帮我讲一讲里面的门道 这就够了 成年人 受气不要紧 有银子赚 最要紧 今晚喝了不少酒 我跟圣志宁视频的时候 几乎眼睛都睁不开 他佯装抱怨 哎呦 我出差回来 你到外派了 好不容易视频 你还不搭理我 哪有 就是跟同学喝酒 有点累 圣志您玩笑道 你可很少喝酒的 哪个同学值得你这么费心 我没接他的话查 只是道 我同学给讲了好些项目 申报的诀窍 我得赶快看看我们公司的材料 是否符合要求 圣志您耸耸肩 明白了 你老人家这是嫌我耽误您加班了 我这就退下 我家小小满脑子都是工作 跟我谈恋爱都跟赏赐似的 我可真难啊 这家伙 有嘴滑舌 我挂掉视频 又拿出公司的资料仔细研读一会儿 才沉沉睡去 不得不说 魏妍的提示很有用 我按照他的建议修改文件 重新提交 被卡了很久的项目 终于迎来了曙光 加了半个月的班 我成功拿到初步审批 回毕城总公司汇报工作的时候 那叫一个扬眉吐气 连一向挤对我的领导都没开眼笑 我私底下请唐雪吃饭 谢谢他这段时间的帮忙 他是个爽快人 边撸串 边跟我念叨 你不在A城可能不大清楚 陶凡兴的家里很有实力 我们私底下都说 魏妍那个木头杏子 也不知道怎么入了大小姐的眼 这会儿他怀孕了 他更是被拿捏得死死的 媳妇要星星 他不敢给月亮 不然就哭 就闹 我们好几个同学都被他查过岗 A城生活节奏慢 本地人不爱往外发展 唐卫两家都是本地土著 两家多年比邻而居 对于魏妍的情况 他一清二楚 唐雪能吐槽 是因为他跟魏妍关系好 我就不宜附和了 唐雪打去我 不过 你可别说 魏妍喜欢你 我还真是挺意外 他那日记我也看了 这么多年 你真没半点察觉吗 提到此事 我就头疼 写写日记 就算深情了吗 他要真喜欢我 十年八年前干什么了 又没人拦着他表白 唐雪被我说服 平平点头 也对 要说咱们高中那会儿 他怕耽误学习 等上了大学 干嘛不表白呢 哎 你也是倒霉 被掺和进他们这次吵架 受了不少气吧 我摇头否认 谁受气了 因为成功推进项目 我多拿了十万块钱的季度奖金 值了 这段时间 我在忙工作 魏妍在忙结婚 他和陶繁星原本计划 明年领证办婚礼 因为意外怀孕 时间不得不提前 我也接到了请柬 有些纠结该不该去 赵说 我顶了个白月光的名义 我去了 或许会让陶繁星不痛快 但是 不去的话 又显得我自知理亏 那就 把男朋友拉出来六一六好了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看见我和男友一并出席 新娘子总不至于还心怀借地吧 我专门把圣志宁喊到A城 陪我一起参加婚礼 新人的家庭都在本地有头有脸 所以婚宴酒席的规模相当之高 我和唐雪坐在新郎高中同学桌上 有说有笑 倒也热闹 一事过半 不知打哪冒出个妹子 走到我们旁边 盯着圣志宁 似笑非笑 哎哟 我差点认错了 可是 这个小哥哥和新郎官长的真相 我懵了 在我看来 圣志宁何谓言 真的不像 非要找共同点 只能勉强说 都是斯文白净行 但这妹子语气无比真挚 越说越激动 甚至还要拉着圣志宁 去女方亲戚里走一圈 认识认识 我断绝不对 拦在她和圣志宁中间 敢问您是 我是新娘子的唐姐 她看起来很热情 但我总觉得 这位唐姐的笑容 根本就没有到达眼底 我笑着把人往外推 别别 姐姐 大喜的日子 新郎新娘是主角 别抢人风头 而且我男朋友是B城人 在A城一个人都不认识 过去干什么啊 那人不死心 还去拉圣志宁 她也是个机灵的 一边闪身避开 一边笑道 我听我女朋友的 她不让我去 我哪敢到处乱跑 我要跟您去了 回头我女朋友训我 我上哪说理去呀 这一下 那人总算死了心 样样离去 打发掉她 我还是手心出汗 心里发慌 正巧堂雪去洗手间回来 我赶快揪着她打听内幕 堂雪捂着胸口 庆幸不已 幸好你机灵 陶凡心跟她这个堂姐水火不容 我猜 陶凡心闹的那一次 她堂姐也知道原委 所以故意在堂妹大喜的日子里使唤 这就说得通了 我老公白月光的现任男友 跟我老公长得像 以陶凡心那个敏感多疑的性格 这绝对是拿刀往她废管子上戳 这岂不是又要天下大乱吗 在我的提心吊胆之中 婚礼总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 但事情怎么可能如此简单 当天晚上 我就接到电话 是堂雪 没睡吧 出来搭把手 不为别的 还是陶凡心 她听说你男朋友长得像魏妍 寻死觅活的 离家出走了 魏妍喊人帮忙找呢 这也太夸张了 陶凡心在敬酒的时候 明明也见过圣志宁 得有多脸盲 才能认为两个人长得像 除非 不是脸盲 是心黑 唐雪也赞同我的观点 要说中间没陶凡心 那个唐姐添油加醋 我是不幸的 我一边套衣服 一边抱怨 大冬天 大半夜的 她又怀着孕 能不能少折腾 看得出来 唐雪也是不胜其扰 但是吧 人家可是连打掉孩子 离婚都说出来了 还是得帮忙找 哪怕做做样子呢 魏妍刚帮了你的忙 你也得投桃报李 我本想自己出门 但圣志宁不放心 硬是退掉了深夜回毕城的高铁 陪我一同出门 我 魏妍 圣志宁一组 唐雪和她老公一组 打从我高中毕业后 A城发展很快 老城区拆掉不少 建起了零次置笔的高楼 偶尔路过仅存的建筑 我便会小声跟圣志宁介绍 经过A城一组的时候 我说 我就在赵独的高中 又指了指旁边宽阔平整的街道 以前这里是小巷子 可热闹了 全是卖小吃的 我爸妈就在这摆摊 说到此处 魏妍好像踩了颗小石子 一个亮呛 差点没站住 我没当回事 继续跟圣志宁小声嘀咕 放学了 要是他们忙不过来 我就去帮忙 圣志宁很感兴趣的样子 叔叔阿姨都卖什么 夏天卖凉皮 绿豆汤 肉夹馍 冬天卖麻辣烫 我说着说着 这才发觉此刻情景不对 我和圣志宁旁若无人的聊天 旁边的魏妍可是惦记着 离家出走的媳妇 人家会不会嫌我们没眼色 但魏妍丝毫没有不悦 只是问 清晓 叔叔阿姨现在好吗 我笑着说 很好 在老家开了饭店 生意还不错 他们有时候还会问我A城的同学呢 那时候我跟谁同班 我爸妈都知道 遇见他们来买东西 都会给抹铃 也许是我的错觉 魏妍深深看我一眼 没再说话 圣志宁却将握住 我的手又紧了紧 运气不错 我们又找了几个地方 就碰到了桃凡星 他正哭得梨花待雨 手里居然捏着一厅啤酒 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 我身边同事怀孕 给我科普过 这个时期不能饮酒 会对胎儿有损伤 魏妍已经快步上前 柔声讨饶 樊心 冷不冷 别冻着了 咱们先回家吧 见他没反抗 又揽着他的肩膀 低声下气的哄 我立刻打电话给唐雪暴讯 然而 一抬头看见我 陶樊心哭声越发大了 魏妍你说 是不是你们心里还惦记着彼此 不然为什么罗青小 找的男朋友 跟你长得像 绝了 真是绝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是陶家那个唐姐在捣乱 为什么要听信唐姐的谗言 而不相信自己的判断 魏妍急的眼睛都红了 媳妇 咱婚礼上几百好人 除了你唐姐 根本没人说我像罗青小的男朋友 你怎么不信那几百个人 偏信你唐姐 你和唐姐上会为什么吵架 你不记得了吗 陶樊心却自有一番理论 是人家没看出来 还是看出来了 但不好意思说 我虽然从小跟我唐姐吵架 但毕竟是一家人 她能在这种事情伤害我吗 这时候我才发觉 盛智宁的脸色有点不好看 糟了 魏妍暗恋我的事情 我没告诉盛智宁 就顾着忙别人的事情了 可别自家后院起火啊 我把盛智宁拽到一旁 小心翼翼的说 事情是这样的 魏妍读高中那会暗恋我 但我不知道 最近她媳妇知道了 所以 我这里自真聚拙 盛智宁却只是哼了一声 我早猜出来了 离得远 不怕被看见 她潮音音哭泣地逃繁星 飞去一个白眼 那天你说骂你的人 是不是她媳妇 那个帮你讲项目流程的同学 是不是她 她之所以帮你 是不是因为她媳妇骂了你 你之所以大半夜出来帮忙 是不是因为她帮了你 好家伙 来龙去卖全被给她捋顺了 我男朋友还挺聪明 我拉了下盛智宁的衣袖 你别生我气啊 我对魏妍绝对没有半点心思 但是她媳妇有点敏感 我才不生你气 盛智宁俯身凑近 轻轻捏我一下脸 我是气我自己 是我没用 让我女朋友受这种委屈 就因为有求于人 连半夜陪着发疯的事情 都得硬着头皮做 她的描述倒是精确 逃繁星确实是半夜发疯 我忍不住扑吃一笑 随即正色道 别胡说 人家夫妻两个吵架 你在这儿说风凉话 合适吗 圣志宁不屑一顾 怎么不合适了 我还嫌我素质太高了呢 我就应该告诉这位陶大小姐 我比她老公帅一万倍 我家小小除非是瞎了眼 才惦记她老公 我 我气不死她 本来挺着急的是 被她一闹 倒成了看猴戏了 我伸手掐圣志宁的腰 你就得瑟吧 快动脑子想想 该怎么收场 大冬天 万一再把人家冻感冒 那就醉过了 这会儿 唐雪和长正也寻了过来 在瑟瑟寒风中 我们五个人面对一个人 无计可施 眼看就要陷入僵局 我突然灵机一动 主动上前 繁星妹妹 咱们抛开主观 只谈客观 好不好 逃繁星你我一眼 仿佛在等着我的下文 你知道那种夫妻相对比 APP吗 咱们拍一下胃炎 再拍一下圣志宁 用AI分析 看看相似度有多少 这不是公平公正吗 陶繁星愣了 众人也都愣了 唐雪背着众人 给我竖个大拇指 我当场下了四五个类似的 APP 挨个拍照 演示 终于成功让陶繁星相信 魏妍 圣志宁 还有唐雪的老公长正 两两组合 每一对都拥有夫妻相 魏活跃气氛 圣志宁还笑呵呵的 拍了拍长正的肩膀 你开别说 咱俩真有点像 毕竟 都长了鼻子眼睛嘴 陶繁星破涕微笑 风波解除 魏妍搂着娇妻 对我们连连道谢 率先打车回家 唐雪早已困得不行 连话都懒得跟我讲 也转身回家 我倒是毫无困意 问圣志宁 要不要看看现在有没有回避城的车 我送你去车站 别耽误你周一上班 圣志宁却没动弹 我再拉他一下 他总算有反应了 闷声闷气道 我请好假了 明天早上再回吧 刚才当着众人 他还活跃气氛 这会儿独处 他倒闹起 别扭了 我说 怎么个意思 你秋后算账那 圣志宁一把将我搂到怀里 郑重道 罗清晓 你听好 我前阵子太忙 分给你的时间有点不够 以后你再遇到什么事情 必须跟我讲 别什么事情都憋心里自搞琢磨 那还不憋出病来吗 圣志宁这家伙 从来都不正经 俏皮话一车一车的 连关切都带着三分的调戏 但我听明白了 我点脚尖 在他脸上亲了一下 什么麻烦事都告诉你 让你烦心 工作该受影响了 圣志宁切了一生 我为什么工作 为了生活 我生活里什么最重要 那当然是我家小小 要因为我顾不上你 让你心里不痛快 那不是本末倒置吗 圣志宁父母离异 又各自组建家庭 两边都不管孩子 独自在避城打拼 他也是不辞辛劳 他已经尽可能的把最好的给到我了 哪怕我从未张口 此刻 路灯把我们相拥的影子拉得很长 圣志宁刚洗过澡 身上还留着我沐浴露的香气 跟他交往以来 我很少黏着他 但此刻 我突然觉得 今晚他能留下来陪我 真的很好 我喃喃道 说好了要一起在避城工作生活 也不能只靠你一个人啊 我也得更努力才是 因为有了清晰的规划 所以在A城的项目 我做得越发用心 六个月的工作计划 只用四个月就圆满完成 这个速度 刷新了我们公司的记录 我升职加薪 几乎已是板上钉钉 然而 天有不测风云 项目的庆功聚会都已经在筹办了 突然之间 某个政府部门退回了我们全部的文件 不合格 不予通过 此前我们从未想过 会在这个环节被卡 我急得满嘴起炮 千方百计的打听 终于查到 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姓范 再继续查 她是陶凡兴的妈妈 我立刻有了不想的预感 上次饭局 我加了陶凡兴的微信好友 此刻编辑了一条消息发给她 却显示我已被拉黑 在联系魏妍 她也倒是没有拉黑我 可也没回复 没办法 我和叶成分公司的领导 亲自去办事大厅 等了很久 终于守到范副局长出门 范副局长一副春风拂面的样子 听完我们诉苦 顾左右而言她 最后 瞧了我两眼 你就是罗青小 是的 小姑娘家 花花肠子别那么多 一句话 让我如坠冰枯 若是项目有问题 她不会专门提到我的名字 所以 必然是陶凡兴 做了些什么事情 让她妈妈拦住了我的项目 我陪笑道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您指出 我一定改正 范副局长却一走了之 A成分公司的领导B问 我到底哪里开罪了贵人 我咬着牙 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没什么得罪的地方 我能处理好 话虽如此 我没太有信心 翻来覆去的再想 陶凡兴啊 你为什么就不能放我一条生路 成为你老公的白月光 我就要永世不得超生了吗 吐槽归吐槽 再憋屈 也必须把项目的事情做好 接下来的几天 我切而不舍地给魏妍打电话 终于打通 接电话的却是陶凡兴 听完我低声下气的道歉和解释 他只是冷冷道 罗青小 你知道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吗 你知道为了保住这个孩子 我打了多少针 受了多少罪吗 虽然知道他脑回路清奇 但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 我是探着银河 是啊 母亲是很伟大的 能成为你的宝宝 她很幸运 陶凡兴却迟笑道 所以我在想 你和魏妍 居然暗地里勾搭了那么久 还一直瞒着我 我不舍得打掉孩子离婚 但我总得出一口气吧 这又是从何说起 我尽量温柔地解释 繁星 我不是早跟你解释过了吗 我和魏妍 只是同学关系 我们上学的时候 就没怎么说过话 高中毕业以后 更是绝对没有做过任何 超越同学界限的事情 话音刚落 陶凡兴就笑了 我被你骗了一次 第二次再上当 我不就是傻子了吗 罗青小 你们QQ消息 聊了几千上万条 这还没有超越界限吗 幸好我查了她的手机 否则 岂不是一辈子 都要蒙在鼓里 你这种阳奉阴违的小人 会招报应的 盲音传来 我一阵迷茫 我什么时候和魏妍聊过天 绞尽脑汁 也想不出问题的答案 只好凭借着 陶凡兴的支言片语 去翻自己QQ好友列表 翻着翻着 我突然后背发凉 上大学的时候 我加过一个兼职群 里面有人加我 虽然和此人素不相识 但谈起天来 竟有四层相识之感 于是 有一搭没一搭的 我们彼此交流 各自在学校的心得 分享最近的心情 看过的电影 聊得还挺投机 后来 我在大学里谈了男朋友 而这位网友忙于考研 联系得越来越少 直到一年多之前 我再去跟此人发消息 发觉他已经拉黑了我 我还怅然弱失了一阵子 所以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人 是魏妍 唐雪曾经跟我开玩笑 说为什么魏妍喜欢我 却不接近 但也许 这就是他接近我的方式 在接近三年的时间里 我们都通过网线在聊天 魏妍知道我是罗青小 而我 不知道他是魏妍 事情就这么拧巴起来了 魏妍暗恋我 我不知情 但我又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 跟他聊天 语气亲切 这两件事情都撞到了陶凡兴手里 他此刻必定是铁了心 要惩治我的不诚实 然后 我耗费半年心血的项目 栽到了陶凡兴妈妈的手里 事情的关键 还是魏妍 但他现在完全躲着我 不肯纠正 他媳妇的这个可怕认知 我急得整夜失眠 就在我走投无路 求告无门之际 更糟糕的情况发生了 我接到了解雇通知 公司领导准备踢掉我 这样 项目就可以顺利运行 毕城总公司的领导 早就看我不顺眼 现在更是多了开除我的理由 我距离力争 吵了整整一个下午 却也只换来HR 同意支付经济补偿金 但我怎么可能吞得下这口气 最近这段时间的遭遇 我没瞒着盛志宁 他很快从自己的渠道寻来一位 专门做劳动仲裁的朋友 然后亲自陪着我 跑前跑后 向劳动仲裁委递交材料 我把劳动仲裁回职单 拍给魏妍 我真的不知道 当年和我聊天的人是你 我也从来无意破坏你的家庭 能否请你从中斡旋 开解一下繁星 拜托了 我真的承担不起 失去工作的损失 回应我的 是一条15秒的语音 是陶繁星 带着幸灾乐祸的语气说 罗青小 你丢了工作吗 挺好的 不过 这才哪到哪啊 等着吧 你还有福气在后头呢 一句话 也死我 我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在沸腾叫嚣 事实证明 陶繁星说到做到 当晚 微博上再次出现了一个帖子 博主指名道姓的说 罗青小 是个破坏旁人家庭的坏女人 长达数年的时间里 她一直跟魏妍纠缠不清 哪怕在B城工作 也要试图返回A城 继续勾引魏妍 爆料者一次放出了几批照片 把我和魏妍作为网友时 对于电影剧情分析的对话一花接木 拼凑成我不知简点的说明 又把我和魏妍针对我项目的讨论 剪贴成我破坏家庭的例证 最后 放出一张 我当初赠送水果礼盒时手写的贺卡 用于说明我明知对方妻子怀孕 仍然跟丈夫纠缠 事已至此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陶繁星在泄愤 而魏妍 因为宠爱妻子 默许了她的所作所为 因为带了锤小三的标签 在还没有大V转发的情况下 这条微博已经有了热度 评论区全是咒骂 最恨这种不自爱的女人 学历 工作都是用身体换来的吧 怎么敢的啊 她将来也有孩子 她不怕报应吗 所有人都骂我 陶繁星应该开心了吧 可我也不能蒙受不白之冤 甚至您怒开小号 在帖子下面替我辩驳 出乎意料 不仅没有任何作用 甚至还引发了更多反弹 袁佩怀着孕 怎么可能放着好端端的日子不过 去捶你 跟人家聊了几年 你都不知道这人是谁 骗鬼呢 姑娘 你说的要是真的 我挺同情你 但这是你也有错 我身边正经人家的女孩子 从来没听说过跟网友聊天的 看到这一条热评 盛智宁碎了一声 村刚通网吧 我家小小努力工作 洁身字号 他就跟人聊几句天 这怎么不正经了 事态进一步扩大 是有人将微博 转到了本地的微信群 一晚上 我手机响个不停 所有人都旁敲侧机在问我 罗青小 你真的插足人家家庭了吗 盛智宁不让我再看 那些恶心人的评论了 我想尽一切办法 联系我和魏妍的熟人 催促逃繁星删帖 终于联系到了我们的高中班主任 老师很信任我 愿意帮我调停 他替我把魏妍约出来 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学生 有什么误会就摊开来讲 何必闹得人尽皆知 当着老师 魏妍没办法逃避 只能硬着头皮说会好好谈一谈 老师走了就留下我们两人 而我近乎哀求 魏妍 拜托你把事实说出来 魏妍很为难 清晓你能不能退一步 烦心他为了保胎 吃了很多苦 在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所有人都让着他 你能不能也让一让他 这件事的热度会慢慢降下去的 最多一个月就不会有人记得了 你不是丢了工作吗 我可以给你经济上的弥补 你需要多少钱 五万还是十万 这句经济弥补彻底点燃了我的怒火 我的家境你也清楚 我爸妈都是小生意人 我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不容易 你媳妇一句话 就让我26年的努力全都复制东流 这真的合适吗 是非黑白 你完全不管吗 魏妍的脸上划过一丝不忍 可是我也没办法 你是外人 繁星是家人 我必须要保护我的家人 我被这句话气到胸口一阵剧痛 捂着胸口喘息几次的空当 魏妍已经起身 夺门而出 跑得真快啊 我反复听了几遍刚刚偷录下来的录音 这不足以向世界证明我的清白 但也许可以让朋友相信 我是无辜的 我找到唐雪 给他放了录音 繁星任性 魏妍护短 唐雪 你能不能帮我劝一劝 唐雪沉吟着 措辞委婉 请想 现在问题的关键 不是事实真假 而是 做选择 魏妍要在繁星和你之间做选择 而我 要在魏妍和你之间做选择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苦衷 我盯着唐雪为难的表情 心如明镜 陶繁星是魏妍的妻子 他一定会选她 魏妍是唐雪的挚友和邻居 他也一定会选她 无关对错 只关立场 可是 我就应该被牺牲吗 唐雪还在劝我 让繁星出一口气吧 他现在毕竟大着肚子呢 过一阵子 他气消了 我再安排聚一次 让魏妍给你赔罪好不好 上回不就是这样吗 一笑敏恩仇 原来 在他看来 上一次的委屈求全 变成了我要持续退让的借口 也罢 求人不如求己 我含泪回到碧城 翻箱倒柜 找出了我所有的银行卡 清点了自己账户的余额 这笔钱 本来是准备用作与圣志宁同购婚房的 我们两个辛辛苦苦凑手付 假如没有任何意外 明年我们就可以买下一间属于自己的小窝 但是我要食言了 我不准备把这笔钱拿出来了 这段时间我浑浑噩噩 也没时间打理自己 但此刻 我准备了一桌餐食 又郑重地化了妆 我把圣志宁喊到家里来 圣志宁在看到我的时候 眼睛一亮 但旋即又皱起眉头 小小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想对我说 他就是这样 敏锐 又细心 我至今记得我们第一回见面 两个人都推让点单 最后是圣志宁点餐 但每一道菜都是我爱吃的 后来 我好奇地问他 他却说 在请我吃饭之前 就已经跟同事打听过我的口味了 我对圣志宁微微一笑 在陶凡兴和魏颜看来 他们只是讲了一个故事 在听故事的人看来 他们只是借这个故事 发泄了情绪 但是 故事的主人公 却要一辈子都背着骂名 这不公平 所以 我会反抗 我会用自己的积蓄起诉逃繁星 不过这样一来 我可能无法履行与你的承诺了 圣志宁点头 我明白 我支持你维权 可是 这与无法履行我们的承诺有什么关系 我张了张口 泪水先滴落一地 这场官司也许会耗费我很多的时间和精力 我不想当你 你已经很不容易了 不需要为了我 放慢你的脚步 圣志宁错愕 仿佛突然反应过来 我想与他分手 他从牙缝里挤出一句骂声 疼得起身 两三步就跨到餐桌对面 伸手捏住我下巴 让我抬起头来 平日里总是平静如水的毛子 此刻闪着愤怒的光 罗青想 听清楚 去请最好的律师 我的积蓄也都拿给你 我那句分手卡在嘴边 愣是没说出来 因为圣志宁已经将我聋在怀中 然后重重地吻了下来 一改往日的温和 这一刻 天旋地转 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了我与他 我含泪道 可是 遇到这种倒霉事 我真的不想拖累你 现在所有人都在骂我 将来所有人也会骂你 你何苦 甚至宁肃来平稳的嗓音 也沾了几丝气息不稳 罗青想 你知不知道我们将来结婚 婚礼的誓词上会说什么 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 我都会珍惜你 信任你 为你付出一切 患难与共 不离不弃 现在 不过是 提前实践罢了 我勉强擦了把泪水 忍不住笑道 你现在说了 以后宣誓说什么 圣志宁搂着我 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多说几遍 总没有坏处 假如说我之前尚有三分顾虑 但此刻有圣志宁的鼓励 我更加义无反顾 一日 我和圣志宁去拜访律师 眼前的这一位据说是业界的翘楚 听完我的陈述 他开始缜密分析 我们可以以诽谤罪去提起诉讼 但是如何证明对方捏造事实 很有难度 据对方说 是您勾引他丈夫 而他丈夫显然不会做有利于您的陈述 在初步证据不足的情况下 法院有不受理的可能 我突然觉得嗓子一阵干涩 唯有证据能证明 他知道我和他老公从未在一起 几个月之前 陶凡兴就发过微博骂我 虽然他很快就删掉了 但我还是留下了痕迹 我颤抖着登陆那个电子取证平台 把留存的截图给律师看 纳行他是单相思 甚至这个女人都不知情的字 此刻就是我的救星 我眼前一片模糊 是泪水一直在流淌的缘故 这样行不行 这样算不算是他捏造事实的初步证据 也不知道等了多久 我的心仿佛被放在火上煎烤 很久之后 我听到了一个字 行 我向法院递交了 刑事自诉状 以逃凡兴捏造事实 通过网络诽谤罗清晓 且情节严重为由 要求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 截至此时 周遭的谩骂 确实如魏妍所说 在慢慢平息 人们都会遗忘 也许再过个十天半月 谁都不会记得这件事 但这并不是放任他随风而去的借口 事实上 我有两个选择 提起民事诉讼 二 提起刑事诉讼 前者费用低 成功率高 后者费用高昂 且举证困难 当事人普遍更倾向于 选择民事途径救济 然而 我义无反顾 选了后者 因为我知道 陶凡兴不缺钱 他有的是钱 而我 虽然爱钱 但我更想看到对方 毁不当初的泪水 说来也是巧合 法院立案受理的那一天 我打听到 陶凡兴诞下爱女 母女平安 我工作丢了 名声没了 身无分文 买不起像样的礼物 这只受理通知书 就当做我送他的贺礼吧 他拆开礼物的时候 一定要高兴一点啊 打从这一天起 情势好像突然掉转了尬 我的手机里 突然多了很多的 嘘寒问暖 有糖雪的 他刚出月子 因为这件事 茶饭不思 连奶都没有了 怪可怜的 清晓 咱们都是同学 何必给人添堵 有偿证的 清晓 我替你奏位言一顿 咱把案子撤了行不行 还有前同事转达过来 陶凡兴妈妈的手写道歉信 凡兴还是个孩子 有时候冲动了些 请罗女士务必原谅 而且我也会建议 你继续回到原单位上班 希望可以弥补您的损失 26岁 也叫孩子吗 我拿着这封信 左看右看 然后委托律师写了一封检举信 A是XX局范副局长 利用职权 干涉公司的人事调动 律师问我 是否要匿名举报 我无所谓道 实名罢 我杭德正 做得直 不像他女儿 躲在网线后面 污蔑他人 算什么东西 这段时间 魏严当然没有缺席 我拉黑了他 他就通过 无数个小号给我发短信 清晓 这次是我错了 真的是我错了 你恨我也好 骂我也好 能不能饶了繁星 我咬紧牙关 任谁来说情 都坚决不撤诉 但不知怎么回事 我新换的住处 还是被陶凡星知道了 某日 我逛完超市 两手拎着日用品 就在小区门口 看见了陶凡星和家人 想绕过他们 却被堵住了路 陶凡星一改往日的妩媚 只做一副贤妻良母的打扮 不失粉带 形容憔悴 至于胃炎 神情焦虑 一如我当年找他说情时 我的状态 见了我 他竟直接就是一个90度的鞠躬 一时间 小区里来往的居民 都投来好奇的目光 繁星已经知道错了 我们都知道错了 你提出什么要求 我们都会尽量满足 你把案子撤了 行不行 我亮亮道 让我提要求啊 我已经写在起诉状里了 你们没读吗 陶凡星柳梅一树 似乎要脑 他妈妈赶快上前 笑盈盈道 罗女士 别那么狠心 你看 我家带着孩子来给你赔罪 你忍心只因为一点小事 就让孩子一辈子都受影响吗 如果妈妈背上了行则 他以后可怎么过啊 陶家人带来了他们的孩子 那个强保力安睡的婴儿 大概是想打温情牌 然而我依稀还记得 陶妈妈曾经刁难我时 眼角的轻蔑 别那么狠心 为什么不呢 假如我不狠心 谁来为我主持公道 难道我就应该一辈子背着骂名吗 陶凡星身在体制内 如果被追究刑事责任 可以开除公职 如果直系亲属承担刑事责任 他和魏妍的孩子以后的人生 也势必会受到影响 我很同情这个脱生到陶凡星肚子里的孩子 但假如我对得起这个孩子 就对不起自己了 就好像唐雪说的那样 人生是做选择 在事实和妻子之间 魏妍选择了妻子 那我在我的清白和陶凡星的前途之间 我也只能选择自己 这不是很合理吗 我摇了摇头 各位 如果三个月前 我哭着找你们的时候 你们有半点良心 此刻就都不必在我面前欣欣作态了 但是没办法 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而且 凡星妹妹 我也有一句话 想送给你的孩子 陶凡星立刻警惕地绷紧了嘴唇 我望着那个无知无觉的孩子 一字一顿 希望你长大后 不要以你妈妈为榜样 打发掉这些烦人的人 我本以为可以专心等待开庭 但是 开庭的前一天 我爸出事了 网络暴力蔓延到现实生活 我爸妈远在老家 终于受到波及 同行知道了我的事情 故意去他们的摊子上惹事 我爸 一个快六十岁的小老头 面对两个五大三粗的年轻小伙子 居然毫不示弱 只可惜双拳难敌四手 接到妈妈的电话 我火速回到老家 在医院里看见了我爸 我爸受伤并不清 他缠着绷带 还有力气跟我比划 孩子 别怕 那个人嘴巴不干净 但是 爸爸给打回去了 我的女儿 谁都不准说他不好 妈妈瞪他一眼 强令他卧床 然后拉着我问 小小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那伙人说 你是狐狸精 我寻思你跟小顺好好的 怎么可能去破坏别人家庭 这些人 到底是生意纠纷 还是另有居心 都不好说 我强忍着泪意 对妈妈勉强笑道 这件事我已经在处理了 你们无需操心 圣志宁也在旁安抚 小小很坚强 而且我陪着他 不会有事的 把父母安顿好 我带着圣志宁回到麻辣烫店里 果然是一片狼藉 破例门碎了 墙上满是污渍 收银用的电脑屏幕也被砸坏了 巨大的愧疚和委屈袭来 我差一点哭出来 圣志宁却率先把我摁到怀里 语气挥谐 我跟你讲 我一直想在岳父岳母面前露脸 没机会 现在机会来了 你放心 坏的东西 我现在就给换心 保证咱家的店是整条街上最时尚的 这段时间 圣志宁抛下所有的工作 一直陪着我跑东跑西 毫无怨言 假如我伤心 他还要挖空心思安慰 所以 我也要更坚强一点才对 我戳了下他的胸膛 别平嘴了 你收拾 我去给你煮个夜宵 十多亭的 已是半夜 我扶在圣志宁肩膀上 打哈欠 虽然已经很累了 但我没有休息 我揉了下圣志宁的短发 下指令 走 回避城 明儿一早 还有仗要打 这场我期望慎重的诉讼 如期开庭 陶凡心梨花带雨 向法庭哭诉 拿出自己运检的各种单据 又以证明药物 影响了自己的情绪 请求从清处理 我的律师却反唇相机 陶女士能从几千上万条聊天记录里 找到十几条引人联想的字句 拼凑组合 这怎么看都不是受到药物影响 陶凡心进一步拿出受害者有罪的理论 证明我品行不端 这却进一步证明他对我有偏见 有造谣的动机 休停的时候 法官私下找我 问我是否愿意和解 我却只是淡淡一笑 也许很多人会接受打个巴掌 收下甜枣 我也不见得不会 但是他的所作所为 已经触及我的底线 所以这次我不接受 等待判决的日子 过得平静而漫长 我和盛智宁一起住在乡下老家 这是我爷爷留下来的祖宅 盛智宁每天陪着我 养鸡 种菜 工作好多年 难得有这么惬意的日子 人一旦松懈下来 就容易 失误 某天 我看着试纸上的结果 叹气 虽然是失误 但也是个礼物 我们抽空去镇子上打了个结婚证 证件到手 盛智宁已经开始琢磨我们的小孩 该起什么名字了 他想叫果果 种下什么因 就有什么果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 成长为一个懂事名理的人 我捂着尚且平坦的小腹 微笑点头 好 第二年的春天 我和陶凡兴之间 这场暗流涌动的战争 终于画下令人满意的终点 陶凡兴的行为构成诽谤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缓刑一年 宣判的时候 陶凡兴的妈妈当场晕过去 导致法庭上一阵忙乱 我请的几位记者已经守在法庭外 等着采访这位诬陷他人 却自食其果的被告人 想必 他们能挖到不少有用的素材 毕竟 因为一件小事就张口编故事的人 数量不少 但被污蔑后 提起刑事自诉的人 大概并不多见 果然 浮一踏出法院的大门 就有三五个记者围了上来 另一边 是灰头土脸的魏严 试图躲开众人的采访 却没能成功 隐约间 我听见有人问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魏先生 您对您妻子的判决怎么看 您的妻子作为公职人员 却知法犯法 请问您是否知情 越过众人 我和魏严对视 我在他的眼睛里 看到了深切的恨意 想想也对 他前半生顺风顺水 哪里料到会有今日这番阵仗 但我 却向他绽放了一个最完美的笑容 然后 在心里说 等着吧 你还有福气在后头呢 这句话 是当年逃凡新书给我听的 我受教了 现在 我原封不动 送还给他们 一切尘埃落定 回想一下 觉得可笑 过好这一生就行 最后也祝福听完我故事的人 能够家庭美满 事业有成 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